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选股王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时放 美股昨晚全日来说都是高开低走 令到中港股市今早早都明显见到有股压 恒指今早早低开了大约300点后 曾经反弹过跌幅收窄至过去百几点 去到22,300点附近见到股盘再度涌现 下市低位半日收回22,053点跌了365点 跌幅达到1.6% 大市本日的成交仍然保持着暢旺 有866亿 近期热炒的一些科网和汽车股都有回套 好像阿里今早早跌了超过3% 比亚迪也跌了4% 腾讯今早早就逆市靠稳 本日是微升的 而医药、光伏、消费和餐饮股 今早早都有股压 好像药名跌了3% 协欣跌了4% 李定也跌了3% 不过一些旧经济股 好像金融、石油、煤炭、内房等等 今早早就逆市靠稳 部分甚至上升 好像邮邦和碧果然服务 今早早超过1% 另外一部分的教育股 今早早再次出现炒风 短实来说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物馆股 物馆今早早都跟随着内房 同样表现比较偏好 不过以物馆股来说 行业的龙头 不过然服务 今早早就先升后回 而有国企背景 财务比较稳健的一些物馆股 好像华润万丈和中海物业 仍然目前处于一个区间的范围波动 动力比较强 主要是一些民营物馆股 好像荣厂服务 和旭辉永兴 其中旭辉永兴 没有公司的财务相对稳健 可以提高一线 而今年旭辉永兴 预计在管的物业面积 预计仍然可以持续扩张 而社区的增值服务 可以继续为公司提供增长动力的来源 有望支撑股价的表现 走势上 旭辉永兴在早前重涨9.5 看到是摆脱短期的谷底 上网有机会是上市11-12的水平 指示位大家可以放起9.5 今天就和大家看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